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这样的好天气真的很适合找一片树荫坐下来安静的看看报纸 听着鸟鸣呼吸着新鲜空气突然很想画一个慵懒自然的法式妆容 先把头发扎起来吧 为了让底妆更服贴 在上底妆之前先涂个妆前乳吧 今天想表现出一种干净自然的底妆效果 所以简单的把自己的黑眼圈和暗沉的地方遮一下 今天的妆容不想用粉底液 所以选择了用气垫代替 接着再对面部突出的一些地方进行提亮 增强面部的立体感 用定妆喷雾喷湿粉扑来进行拍打和定妆 因为天气比较热 所以我还会用散粉进行二次定妆 眉毛部分还是先用这支极细眉笔 把眉型填充完整 因为想表现出法式妆容的这种自然野生的效果 所以整体不会勾勒的特别精致 再用一支染眉膏将眉色扫得更加柔和一点 顺便也塑造一下眉头根根分明的效果 眼影部分今天打算用大地色系 先用一个浅棕色做大面积的眼窝打底 再选择一个暖调的棕色 做眼尾以及轮廓的加深 接着再选择一个更深的棕色 做眼尾小面积的加深和晕染 不要忘了下眼瞼也要带到哦 在眼影的最后 我还会用到一款偏米白色的珠光眼影 去体谅眼睛的中部 塑造我们眼睛的一个立体感 睫毛部分用到的还是我的老朋友 木鸡的睫毛夹和Kiss me的睫毛膏 因为眼影部分已经很清淡了 所以睫毛一定要卷翘 而且根根分明 下一步是修容 今天的修容关键在于 脸颊两侧以及鼻影 从视觉效果上增强面部的立体轮廓感 因为腮红部分想打造出一种 由内而外散发出来的红润气色 所以选择的是一款偏橘调的玫瑰红色 重点打在我们的脸颊中部 以及鼻梁上方 再用这支眉笔 在面颊中部合适的位置 点上一些小雀斑 制造出一种日晒的效果 点的时候要注意一下竖密 下手不要太重哦 今天的唇装会用到两支唇釉的叠图 第一支是Colourpop的Ariba 我还用到了唇刷 去勾勒出一个更饱满的唇形 第二支是加利玛的S06 是一个红宝石色 叠图在唇部中央 增加整个妆容的复古感 最后再用高光进行局部体量 打造出一种皮肤自然健康的气息 中央摩托出一种皮肤自然健康的 那最後還會 穿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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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穿�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